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致心信药。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处忤逆,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 空三 民国时期,有一位空三法师,俗姓刘,是辽宁海城人,世代经营陶器行业。 空三法师在未出家之前就很喜欢布施。 在兴建营口棱岩寺的时候,所有陶器方面的物品都是由他资助的。 两年多后,棱岩寺落城,空三法师,感悟人生如幻如梦。 于是,就在本县的镇河寺,离托臣法师,替度出家。 受巨族借后,空三法师,住在千山龙泉寺岳藏,修行净土法门。 昼夜念佛,惊勤不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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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晋 于是,不顾路途遥远,也赶到了极乐寺,并主动提出担任照顾新界僧众汤药的职事。 当时正是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十个人中就有三四位生病的。 空三法师为大众称药凉水 煎煮中药 日夜都不休息 每当看到病人有痛苦 他都非常怜悯 恨不得自己去待他们受苦受罪 有一天 空三法师生了一点小病 随后对如光法师说 弟子不久之后 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恳请师父慈悲 给我安排一个清静的处所 以便我往生西方 如光法师听了以后就答应了 并询问他往生的时间 空三法师说 不超过十天 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 但是大众都不相信 第二天早晨 空三法师搬到了寺院东边 一个清静整洁的房屋里 如光法师嘱咐他好好的敬仰 但空三法师却说 我今天就要往生西方 没有时间静养了 我往生之后 希望能将我的身体尽快火化 这样我的愿望就满足了 如光法师听后 郑重地答应了他 随后 只见空三法师闭上双眼 盘腿而坐 合掌念佛不断 当时在场的僧俗二众 有八十多人 一同念佛 祝他往生 如光法师请他在临往生前 说一个记字 空三法师说 能说不能行 终是假智慧 说完 空三法师就坐着往生了 当时的时间是 1929年5月13日 两天后 空三法师的遗体要入堪就了 却只见法师仍然端坐如生 身旁没有任何苍蝇蚊虫 而且还时常能闻到异香 到了火化的时候 大家又都闻到了沾潭的香味 能说不能行 你还是迷惑颠倒 如果智慧现前 你肯定做到 为什么没有开智慧 没干 没真干 真干 智慧就开了 干一分 开一分智慧 干十分 开十分智慧 要把所学的 变成自己的生活 那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是得大自在 我们今天讲健康快乐 得大自在 你真落实了 真落实就是随时可以往生 跟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好像有热线通话 随时赶 随时应 想什么时候走 佛一定来迎接你 你说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没有一丝毫犹豫 怀疑 没有 人人都做得到 上镜下空老法师 净土大经节演绎 第四零六集 2011年5月11日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